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与台北公民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作者是Neil Foggeson 这本书英文的原来的书名是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中文翻译本刚刚由广场出版公司出版 把它翻译成为巨人 美国帝国如何崛起 未来能否避免衰落 不过这本书原来是出版于2004年 2009年有一个修订版 距离今天2021年 已经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如果要讨论美国 那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看到川普的崛起 以及到上个月底 川普终于从白宫撤离 而旧拜登取而代之 变成了美国总统 所以回头看2004年 所写的关于美国的分析 有意义吗 这里很重要的是Neil Foggeson 特别在2020年 为台湾版的读者 写了一篇新的序言 这个新的序言 关键的重点就是帮我们整理 从2004年到现在 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 为什么我们今天 仍然应该要来读 Neil Foggeson 在2004年 所出版的这本书 对于美国的历史 尤其是美国 如何崛起 变成一个帝国的历史 到现在还有哪一些面向 是深居现实意义的 Neil Foggeson 明白的说 自从2004年以来 世界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 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 中国不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正在加速 迎头赶上前面的第一名 那就是美国 而且中国变成跟美国竞争的超级大国 2004年巨人出版之后 到2007年 这个时候 Neil Foggeson 他写了一篇文章 谈什么呢 谈Shala Rick 跟他共同创造的一个名词 这名词现在还蛮流行的 在英语世界里面 叫做China America China America 很明显的就是把China 跟America 两个字并在一起 那这是在巨人这本书第八章 最早就写到的 称之为叫做 中国跟美国经济体的奇特的融合 这不就是四不两立的 敌对的两个对头吗 怎么可能他们会结合在一起 尤其在2020年 2021年 我们回头看 经过了川普政权 这还有意义吗 什么叫做China America 所以他说 我跟Shala Rick 两个人向来主张中美国 也就只能把China America 翻译成为中美国 是无法长久的一个痴心的妄想 而这一点也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它的根源是 美国经常这样赤字的中国资金 中美关系就开始迅速的恶化 恶化到人人都在开始谈 叫做Second Cold War 或者是New Cold War 新冷战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一度看起来 中国作为世界的工厂 美国作为中国世界工厂 产品的主要市场跟主要代理人 因而所结合出来的 这个China America 从2008年之后 就开始越来越难维持得了 到了2020年 这个时候不只是China America 不再能够用这种方式维持下去 甚至呢 这两者之间可能挑击起 新一次新一个时代的冷战 前一次的冷战 它的对立的两极 是美国跟苏联 现在看起来 中间不会是苏联扮演角色 扮演主角 而是中国取而代之 所以Neil Ferguson 特别引用 引用谁呢 他也特别写过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是Henry Kissinger Neil Ferguson出过一本书 就叫做Henry Kissinger 他当然曾经多次访问过 基辛吉在2019年11月 北京的蓬勃创新经济论坛 基辛吉虽然年纪很大了 他还是由他在国际外交上面 不可取代的地位 他去参加了这个论坛 仍然相当的活跃 而在这个论坛上面呢 他就接受了Neil Ferguson的最新的访谈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基辛吉就明白了说 我们已经走到了冷战的三角边 那波克森说 这样的话并没有让他吃惊 因为打从那一年年初开始 2019年年初 他说我就已经看清楚了 美国跟中国之间 正在上演一场新的冷战 2018年初十一 关税跟智慧财产权权盗窃的贸易战 到了2018年的年底 就已经演变成为一场 美国跟中国华为公司 为了要争夺5G网络 全球主导地位的科技战 从贸易战又转变成为科技战 而且就变成了贸易科技 联合在一起的全面战争了 中国跟美国之间 已经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以回应北京当局对待 新疆维吾尔 少数民族 还有香港民主派世卫人士的做法 美国跟中国之间 常年针对台湾还有南海的摩擦 也与日俱正 尽管如此 他还是要指出 关键重点是 是谁说这句话 我们已经走到冷战的三角片 是Henry Kissinger 要让Henry Kissinger 承认感受到 美国跟中国 要开始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这是一个龙污汇 因为这非同小可 基辛吉就是 让美国跟中国开始接近 甚至可以说 打造出后来的China America 他的最主要起始的Architect 这个建筑师 设计师 不就是基辛吉吗 从1971年 基辛吉第一次秘访北京以来 他一直是中美交往政策 背后的操刀者 长达45年来 中美交往的政策 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 这件事情根本改变了 冷战中期的权力平衡 就是因为美国拉拢了中国 才使得本来 美国跟苏联两极化的 冷战结构开始转变 把苏联推向了劣势 而且基辛吉的做法 这个中美的外交政策 也为历史上规模最大 发展最快的中国工业革命 创造了地缘政治的条件 这件事情也在中国加入了WTO 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导致了China America的诞生 那北京跟华府的关系 怎么会恶化的如此的迅速 以至于现在连打造出China America的 基辛吉都在大谈 美国跟中国可能形成的冷战呢 一个常见的答案指出 因为川普总统呢 他是像一颗踏铁球一样 撞向自由国际秩序 因此新冷战不过就是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策略的不幸后果之一 不过这样的观点 对于Foxon来说 他提醒 太过于看重美国外交政策 在川普上台 2016年以后的转变 却忽视了 其实这个转变 不是等到川普上台 才开始发生的 那是什么时候呢 是2012年 2012年 这不是欧巴马 在第二个任期当中 美国应该是 在政治上面 没有激烈的变动 但我不要忘了 2012年发生的激烈变动 在中国 那是习近平就任 中共总书记之后 中国外交政策 从中国这边 发生的改变 未来的史学家 Foxon大胆地这样的预言 会发现 中美国 China America的衰亡 始于这一位 新任的中国领导人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他认定 没有必要继续遵守 邓小平当时 所定出来的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呢 要让中国低调地 慢慢强大 培养自己的实力 尤其是经济上的实力 然后借由改革开放 让中国慢慢地强大 在这过程当中 要小心 不要让中国 成为所有的人眼中钉 这是原来的邓小平 给中共的一个发展的策略 可是到这个时候 习近平不再用这种方法 来看待中国 跟他所我有的权利 于是习近平 大张旗鼓 敲锣大鼓地 推出了一带一路 推出一带一路 也就表示 中国要抢占一个 新时代当中 国际领导的地位 所以 美国中部地区的选民 会在2016年 投票支持川普 有一部分 正就是不满中美交往 以及他的必然结果 这个必然结果是全球化 所带来的不对称报酬 不对称报酬 是川普用最煽动的语言 一直反反复复 特别突出的 就是要告诉美国人说 中国偷走了我们的财富 今天你如果觉得 你的钱不够用 今天如果对你自己的生活不满 那就是因为中国 如果不是中国 偷走我们的财富 你现在你的财产会加倍 你这个时候 你的生活享受 会依照你原来 认为你应该要享受的 能够得到 一切都是中国 这是不对称报酬的理论 也是不对称报酬 就构成了 川普对中国政策的 一个主要的主调 用这种方法 川普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所以他就确确的推行 他跟中国分裂的政策 过去的China America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经济利益 不成比例的流向中国 China America的成本 不成比例的 由美国劳工阶级承担 同样一批美国人 如今还看到 他们用选票送进到 华府的历任领导人 居然在这个新兴 超级大国的诞生上 扮演了催生者的角色 这又是川普的 非常有名的说法 所有的一切都怪Bill Clinton 因为Bill Clinton 支持让中国进入WTO 要不然中国 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崛起 是我们美国的总统 去创造出 今天在我面前 最重要的美国的敌人 这是川普的理论 这是川普 主要选举上面的号召 所以中国成为 美国竞争 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战者 因为有着比苏联 还强的经济实力 而让美国人感觉到 更加的害怕 更加的危险 这是Fogerson 对于2004年 也就是他这本书 完成之后 中国变成了重大因素 挑战美国巨人 他所做的部分的解释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Neo Fogerson 他所写的 《美国帝国的历史》 书名叫做巨人 这本书原来写到2009年 不过为了台湾版 Neo Fogerson很够意思 他在2020年 写了一篇新的序言 为我们整理 他所看到2004年之后 中国崛起所带来 美国政策上 尤其是外交处境上的变化 他说承认 美国跟北京关系恶化了 不只是寄信几一个人 另外一位 中美交往政策的长期信徒 也就是一直不断地 主张一直不断地支持 美国应该要跟 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这个是Ovial Shell 他也在最近承认 这样一个路线 已经失败了 他说 因为真正有意义的交往 可能导致国内要求 更多的改变跟改革 恐将导致中共政权 最终走向负面 因此呢 中共对这样的一个 和美国越来越亲近的政策 也深感矛盾 所以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对这个政策也开始要有逆转的调整 与此同时批判中美交往政策的包守派 也就迫不及待在这个政策的看起来 即将衰落的这一个状态底下 开始伤口上撒盐 敦促应该要在经济上隔离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幅缩减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空间 川普政府里面的China Hater 这些仇恨中国的人开始走路有风 谁呢 这些人我们现在应该是蛮熟悉的 那是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以及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 Pottinger 还有呢 贸易顾问 Navarro 过去三年半 这几个人 他们一直主张川普总统任内 最重要的政策 就是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方针 这在台湾我们感觉的特别敏锐 因为这是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处境 跟台湾的地位的 一直到任期的最后几天 蓬佩奥他还特别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把过去长期以来 美国对于外交上面和台湾交往的各种不同的禁令 基本上都予取消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条新闻 所以Focus就说 这种从交往转向竞争的政策 具体的阐明了 阐明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上面 2020年的各种不同的事件 证明了这个转变 2020年多增加了一个重大的变数 Focus也提到了 那当然就是新冠肺炎 大流行 以致让新冷战的情势升温 还像过去持怀疑态度的人揭露 新冷战已经形成 确实存在 中国共产党是这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 首先掩盖新冠病毒的危险性 然后推迟可能阻止病毒 穿染到全世界的措施 然而现在中国却想要为拯救世界 免受自己所酿造出来的危机邀功 中国政府大量出口廉价 但不太可靠的呼吸器 筛减试剂跟口罩 试图从自己招致的失败当中 可以反败为胜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 我想很多台湾人都很熟他 而且看到他都很讨厌 副司长耿爽 甚至宣传起冠状病毒是源自于美国的阴谋论 并且在推特上面转推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声称 一支美国团队在去年10月 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 在那个场合里面 是美国人把病毒带到了武汉 带到了中国 同样令人难以自信的是 中国声称香港民主派的抗议潮一再发生 是因为美国在后面操控 当前针对前英国殖民地地位 也就是香港的地位的冲突 毫无疑问 福克森说 这怎么会跟英国有关系 这怎么会跟 尤其是不可思议 怎么会跟美国有关系呢 这都是Made in China 这是中国制造 是你中国自己 在统治香港三位所出的问题 所产生的 蓬佩奥说 北京强加于香港的新版国安法 实际上已经破坏了 香港的半自治的地位 这我们也很熟悉 我们也很清楚 北京还撕毁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对英国来说 格外的不舒服 格外的不受用 也因为这样 所以英国就大推 希望让在1997年之前 就已经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 可以得到英国的庇护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一连串的变化发展 都是英国跟美国 对中国有了更高的敌意 在这样的脉络底下 美国大众自从2017年开始对中国的情绪 明显变得更加的强硬 当然不让人意外 如今中国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少数有共识的主题之一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对于中国的强硬的态度 不是川普一个人 不是共和党一党的主要的政策 拜登跟民主党在这方面不可能完全改变 川普的态度跟川普的政策 对于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写照 那就是拜登的竞选团队 多次尝试把拜登描绘成为比川普更反重的鹰派 在香港议题上面 民主党借由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就跟蓬佩奥一样 表现出怒不可遏 这是蓬佩奥 他是在香港问题上面发言最多 而且有最多强硬的态度表现的 一位美国主要的政治领导人 不止如此 川普政权比近年任何一届的美国政府 更公开的支持台湾政府 Focus当然知道 他这篇文章是要写给台湾的读者看的 所以他一定会提到台湾 不止川普我们同样有理由预期 拜登的政府会继续执行这项政策 拜登现在已经赢得了总统大位 在他旁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跟国防事务有关系的幕僚 这是Michel Flournoy 他在2020年3月的访谈当中 表示美国必须改变思维方式 以不对称的方式来思考 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嚇阻 要么用抵制性嚇阻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侵略 要么就得要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成本 让他们得要冒着失去所重视珍贵的东西 例如说他们的海军舰队的风险 他们才懂得三思而后行 说好吧 也许我们今天不想侵略台湾 中国国营媒体如今正公开讨论 这种入侵台湾的可能性 如果有什么样事情能够将第二次冷战 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征服台湾 并消灭台湾民主的野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会是一个真正的大灾难 不过福克森他在别的地方 别的树里面他曾经主张 一场纯粹的冷战不只无法避免 同时呢 这个冷战有他的好处 冷战主要的好处 是让美国不敢再自得意满 转而可以更认真努力 不要让中国在AI 人工智慧或者是量子电脑 还有其他重大的战略科举上面 超越美国 可以加强美国的危机感 让美国必须要一直不断地 努力维持跟中国在科技上面的距离 不过他说 我所提出来的 这叫做 我们应该学会停止烦恼 并且爱上新冷战的这个观点 遭到了大力的抵制 他举了几个人 例如说Google的前董事长Schmidt 他的主张是 我们要建立一套新的 cooperation的模式 让中美两国导向 竞争性的合作关系 在这个模式当中 美国跟中国会以三星 Samsung和苹果 Apple公司 行私有年的方式 既竞争又合作 另外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这是哈佛大学的Edison 他也呼应这样的想法 他认为 新冠肺炎大流行 已经使得美国 不可能清楚辨别 中国到底是敌 还是有 所以唯一的选择 最好的选择 就是建立这种 竞争性的合作关系 虽然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 Edison说 人生 人的事物 本来就很复杂 他们的主张 听起来都很合理 但是Folkerson提醒 他们忘了一件事情 中国共产党是Samsung吗 中国共产党不是Samsung 今天支持竞争性合作关系的人 就像前一场冷战 在美国跟苏联的冷战关系当中 抱持的鸽派立场的学术圈 尤其是1968年之后 他们希望跟苏联和解 他们希望跟苏联和解 他们希望拉拢中国 那你就忽略了 中国人对于叫做Flandman 亦敌亦友的关系 他们有兴趣吗 他们想要跟你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Samsung最大的特性是 他们接受 而且他们也认入 跟Apple既敌既友的 这种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然而中国人 尤其是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 他们不是这样的态度 不是这样的立场 他们很清楚 这就是一场冷战 因为这场冷战 是由他们先开始的 所以Focuson说 我去年第一次在会议上 公开谈论新冷战的时候 我很讶异的 因为在会场上 有中国代表 但没有任何中国代表 反驳他 我在9月 问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他没有说这个人的名字 是一个掌管 重要国际机构的中国人 为什么没有人反驳他 然后他笑着回答说 因为我同意你 作为北京清华大学的 客座教授 这是Focuson 他的中国经验 他的中国背景 他说 我亲眼目睹了 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 意识形态的转变 研究诸如文革等 竞技主题的学者 纷纷受到调查 或者面临更糟的灾难 而对西方采取 好斗立场的人 则步步高盛 所以我们真的 应该好好的 不只是来读一下 美国帝国如何崛起 未来能否避免衰落的 这种历史的论述 同时 好好的看一下 Focuson对于 从2004年到现在 中美关系的 他的一些观察 跟他的一些预测 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 《巨人》 《光道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新书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等会时间 我们再会 《光道出版公司》